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能理解 因为这毕竟都是主观审美 但这样设计带来的手感我觉得值得一体 由于连续曲面的存在 Find X3拥有相当罕见的一体手感 握着它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任何直角 和其他有明显阶梯感的设计对比 它是非常舒服的 另外Find X3其实也很薄 它只有8.26毫米的机身厚度 后盖的弧度和前面板的弧度也刚好融合护部 再加上只有193克的机身重量 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 它都有一种轻盈的感觉 你很难想象这么小的机身里 居然塞进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OK 让我们回到正面 Find X3的屏幕还是有一点点弧面的 它并不是完全的直边 看起来你可能觉得和上一代的差别不大 但如果我们拿出来一个Find XR放在一起对比 你就会发现 它的弧度相对于上一代是有收窄的 所以在显示白色界面的时候 两侧不会有明显的滤边 边框看起来也比直边更窄 而摸起来的时候 这样一个微小的弧度 能让你每一次从侧边返回都非常的顺滑 这是我最喜欢的微曲面的一种类型 而在屏幕素质方面 Find X3系列依然维持了很高的水准 3216乘1440p的分辨率 加上120Hz的刷新率 高刷高分表现很不错 而在色域方面 它的几个色彩模式也刚好能覆盖SRGB以及P3的标准 没有超出也没有缺少 而在白色准确性方面 我们采用经过最新修正的色彩匹配函数计算它的色温 默认的色温是7240k 稍微偏冷 不过也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 而柔和模式下 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准确的6500k色温 而在色准方面 它的柔和模式以及影验模式 都可以达到0.9的平均2的E 默认的生动模式 平均2的E稍微高一点 达到了1.4 但也在1.5以内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微调了一部分颜色 来更讨好眼球 接着是亮度 经过我们实测 长期积攀亮度大概在772nit 而在10%窗口下的HDR亮度为907nit 整体来说亮度还是稍稍有一点保守 不过它的屏幕反射率也只有4.5% 所以在户外使用的时候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大的困扰 最后则是屏闪 经过我们实测 它的屏闪频率全局都是360赫兹 不过比较不幸的是 它没有DC调光的选项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屏闪 那么我建议你看看真机再决定 OK 屏幕的部分差不多就过到这儿 如果你还想了解有关它屏幕的更多细节 可以扫描二维码查看我们的完整评测 接下来我们讲点有意思的东西 LTPO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我们之前已经对它的原理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 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科普文章 简单来说LTPO就是一种能让OLED刷新率可以降到更低的技术 它对应的是LTPS LTPS可以让你的刷新率变得很高 90、120、144都没有问题 但它很难做低刷新率 30帧基本也就到头了 而且它的刷新率变化是一档一档的 不能随心所欲的无机调节 再来看LTPO 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可以无机变速 你的手在滑动的时候是120帧 手离开马上就变成60 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切换到30或者24帧 浏览图片或者是吸屏显示的时候 可以做到1赫子 这些都会让它的功耗更低更省电 而第二个优势其实是之前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OPPO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OSync 其实听到名字 我觉得你可能也联想到了G-Sync 它们都属于横跨了GPU和屏幕的技术 在这之前 安卓上所有的游戏都很类似于V-Sync 也就是垂直同步 显示器会以固定的帧率抓取GPU生成的结果 只要帧率大于刷新率 那就一切都好 如果遇到帧率低于刷新率的情况 第一帧显示完了 第二帧的画面 GPU还没算出来 那就只能重复第一帧 最终的结果就是卡 而OSync在做的 就是让GPU动态的控制屏幕刷新率 GPU算得快 屏幕也刷得快 GPU如果慢了 屏幕也可以等等它 这就减少了真深程到显示出来的时间差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也用1000fps高速相机拍摄了屏幕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在同时点击屏幕之后 上面的Find X3 Pro 更快地响应了我的操作 而下方的普通手机则会慢一拍 理论上 这样也就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所以LTPO绝对不是只有省电那么简单 它可以让你看低帧率电影不会抖动 西平显示能维持更长的时间 玩游戏的时候更加跟手 没有卡顿的感觉 我相信它会成为今年旗舰屏幕的标准之一 10亿色的双主摄是Find X3影像上最大的底气 之前Find XR为了提升超广角的成像素质 其实就给超广角用上了前代的旗舰SIMUS 而今年呢 OPPO直接给超广角和广角配备了迪样的MX766 它有比较大的1.56英寸的底 也都支持DOL HDR 在硬件上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SIMUS的规格上去了 镜头自然而言不能拖后腿 OPPO给超广角引入了自由曲面晶片 也就能最大程度的减小积变 在这样的一组对比里 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Find X3 Pro的超广角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一定点积变 但绝对是做到了很高的水平 而在第二组超广角和广角的对比之中 你依然能看出左边的超广角 即便控制得很好 而且因为同款SIMUS的缘故 它们的色彩倾向 还有动态范围也是非常接近的 这毫无疑问 为你后期匹配色彩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第三组对比 选择的是光谱并不连续的人造光源 大部分的多摄都会因为 SIMUS之间的光谱响应不同 无法得到接近的色彩 但是在Find X3系列上 很显然我们不需要担心这样一个问题 第四组对比来自夜间 在夜景模式下 Find X3的超广角和广角 依然能带来非常接近的效果 说它完全一样可能有些过分 但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说了半天 好像一直都是Find X3自己跟自己对比 那么它的超广角 横向对比其他产品会是什么样呢 左边是Find X3系列 而右边是某一个顶级旗舰的超广角夜景 尽管右边的超广角是目前手机上最广的 但是这样的差距我们也太大了 终于到了我们这次评测的重头戏 色深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关于Find X3的评测 那么应该记得 我们把刷新率解释成时间的分辨率 而今天我们也想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解释色深 色深和色域的概念 很多人可能会分不清楚 因为在描述的时候 它们都被形容成能显示出更多的颜色 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色域对应的其实应该是更多更艳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P3色域 就比sRGB多出了红色以及绿色的这一部分 我相信这是非常好理解的 而色深并不会影响颜色的范围 它能显示出的是更多层次的颜色 让我们把这张图放大 看一下细节 请问 你觉得在这个图的三角形里 一共有多少种颜色 100种 1000种 1万种 又或者是10万100万呢 正确的答案是 很多种可能 在理论上 这个三角形里拥有的颜色应该是无限的 前提是 只要你能精准地调节RGB三种颜色的强度 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理想 在数字时代 我们把RGB的强度 通过字节来记录 存储和还原 你可以找一个显微镜 比如说Fanthe X3上这个 随便放大任意一个LCD或者OLED屏幕 你都会看到每一个像素都是由RGB三个子像素组成的 通过改变这三个子像素的强度 我们也就能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想象一下 假如人类的色彩系统只能处理两比特的颜色 那么从白色分别到RGB的每条线路都只能提供2的2次方 也就是四个进度的坐标 每一个坐标之间的距离非常远 每两个颜色之间的色差也非常大 如果你想要显示这两个颜色中间的那个颜色 比如说50%的蓝B1.5 对不起做不到 除非你再次扩大你的色彩精度 也就是提高你的色深 否则原本拥有无限种颜色的三角形 在你眼里就只能看到这一点颜色了 当然目前最常见的是8比特 它会比这个2比特系统好非常多 RGB三个通道都有256个等级 综合来看它也就能显示1600万种颜色 我们再倒回来看一次这个变化过程 现在你能理解色深就是色彩的分辨率这件事了吗 而10比特意味着RGB的每一个通道 都可以记录2的十字方 也就是1024个等级 相对于8比特提升了4倍 从8比特到10比特 这意味着RGB三个通道都提升了4倍 所以它能表示着颜色精确程度 也就提升了4乘4乘4等于64倍 这样的差距理论上还是非常大的 但我也知道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 8比特和10比特我好像看不出什么区别 没错 我完全认同你这个观点 8比特和10比特在作为最终显示的时候 只要你不去刻意看那些渐变的图片 其实就是很难看出差别的 但是我也要说但是了 不要忘了 OPPO对自己的定义是全链路10比特 也就是说在拍摄编码存储解码和显示的每一个过程都可以支持10比特 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当你需要修图的时候 这是一张从黑到白的渐变图片 实话实说 如果不细看的话8比特和10比特确实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对它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比如说调一下曝光改一下对比度 然后你就会发现8比特的断层要比10比特明显很多 而从理论上来讲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左边是一个8比特屏幕显示从黑到白灰阶时 256阶灰阶所对应的亮度 右边自然是10比特 虽然10比特的分布更加密集也更加平滑 但乍一看确实没什么区别 不过当我们加入了修图之后的曲线作为对比 你就会发现左边的8比特在修过图之后 中高亮度区域每一集的亮度差距就很明显了 而10比特由于有更高的精度保底 所以在修图之后依然能保证亮度的灰阶能连成一条直线 视觉上也就不会有明显的断层 所以现在你能理解色深就是颜色的分辨率这句话了吗 就像拍照一样 在像素质量没有改变的前提下 我们拍摄的照片肯定是分辨率越高越好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随意的裁切而不会损失画质 10比特让你拥有了更高的色彩分辨率 所以你也能加更多滤镜调更多颜色 同时让画面的色彩质量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些都是10比特带来更高色彩分辨率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眼续航 在我们的MDT2011手机标准续航测试之中 Find X3的表现不错 如果不算游戏的话 它能比上一代省电10%以上 如果算上游戏 它也可以省电7%左右 在一重的1440p120Hz手机之中 它的表现也算是不错的 终于又到了总结的时候 总的来说 今年Find X3的优势可能并不是那么显性 或者说在没用过之前 你没有那么容易感知 它的定位是色彩影像旗舰 就像我们在评测中说的 色深就是颜色的分辨率 Find X3的全链路10比特 能让你拍到和看到更多层次的色彩 在编辑的时候 也会给你扩展出更多的可能性 另外 1440p120Hz的高刷夸分屏 在真实比特超高色准和LTPO的加持下 不仅有色彩优势 它能带来更长的续航 更快的响应时间 我相信它会成为 今年旗舰屏幕的标准之一 而在设计上 这样的联系曲面 无论你觉得好不好看 都不可否认 它在工艺和设计理念上 有新的突破 而且辨识度非常高 摸上去的手感也非常好 我相信 Find X3会是那种 过了几年之后 依然能被拿出来讨论的产品